好 我们大家先请合照 我今见闻得寿辞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看166页 2 4 6 8 10 12 13 14 13行这边 这个佛告佛种居士 那前面我们先大概再说一下 就是这个 这个有一个 那个萨泽尼箭子 那 毕舍离萨泽尼箭子 那么他很会辩论 那他就是有一点狂妄自大 然后有一天 那么他就去找佛辩论 那么认为即使佛他跟他辩论 那这个佛也辩书他 然后他又去的时候 找了五百余鸡子 就是找了五百个年轻人 那么去看他怎么样修理这个西大多 那一开始先去跟佛辩论的时候 因为他为什么要跟佛辩论呢 因为他听佛说 听有人说佛说无我 他觉得佛说的是邪见 所以他要去破他破斥他 好 那前面大概是这样 因为我们过一个礼拜了 稍微让他知道 好 那这个后面看 那因为他跟佛陀说 不但我这样说 后面这边的人都这样说 那都是这样想 那佛陀就跟他讲 你说你自己说的就好了 你不用去牵扯到其他的人 我只想知道你是怎么说的就好了 好 那麽 那萨哲 萨哲宁建子说 好 那我确实说 色受想行事确实就是我 我 人 好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里了 佛告某种居士 好 那你现在既然说 五蕴就是我 就是人 好 那么我现在问你 你就你知道的回答我 就你认为的回答我 你以为的 你认为的 你所知道的 就随意 随你意 随你心里所想的 所认可的 来告诉我就好 他说假如有一个国王 他在自己的国土里面 那么有罪过者 就是有犯罪的人 有罪过 就是这个国王 在他国土里面 那么遇见或知道 有犯罪的人 因为国家有法律 那违反国家法律的人 他会有处罚 这种处罚或轻或重 就若杀若夫 若病 戒律里面都说 若杀若夫若驱出国 病就是驱出国 我们那个宋戒若杀若夫若驱出国 就是轻戒跟重戒 那到底是怎么分 那么假设你犯到 这个要被若杀若夫 会绑起来 会关起来 然后出发 然后甚至把你 把你病出 就是驱出国 那么若鞭 若杀若夫若打若驱出国 断绝所足 把你的手脚都砍断 那么这个戒例里面 也类似的叫做生残 如果死罪 那个就是断头罪 那么生残是断手断脚的罪 断绝所足 若有公诊 就是 现在就是说 假设这个国王 那么他管理这个国家 有罪的人怎么处罚 那么有公的人 对这个国家有公的 或是对百姓有公的 那么怎么 怎么 怎么奖赏 那么 伤害这个国家的 伤害这个百姓的 人民的 那怎么样处罚 是这样 所以若有公者 四骑向马车胜 那么这个都是他们 当时财富的表征 那向马车 即使就像我们的 我们的车 有钱的人 开什么样的车不一样 陈毅财宝 陈毅就是 功比较大的将军 赐给他一个臣 这个臣就归你管 这是我们现在当台中市长 那新北市市长 台北市市长一样 以前是 以前是 皇帝可以试的 那像我们现在是用选的 那以前是 这皇帝 你就当什么样的市长 你当什么样的县长 哪一个县的县长 那就试给你 好 那么财宝 很多的财宝 那么 西能而无 他说 假设一个国王 这个国家归他管 那么他有没有办法 就是有功的人 他就奖赏他 有罪的人 他就处罚他 有没有办法做到这样 他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因为讲到 如果五蕴有我 他就是自在自主的 那现在我们不能自主啊 那讲这个 好我们往底下看 他说答也能了 就可以了 假设我是国王 我最大 我做主啊 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有功有国 我要处罚谁 依法律嘛 我要处罚谁 甚至我可以定一条法律 我要处罚谁 那我要奖赏谁 我有能力啊 那么所以 他说 佛者就问他 那假设 假设这样 那这个国王 有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事 那个佛总居士 就是这个萨哲泥剑子 他就说可以的 本来就可以啊 为什么 国王有力啊 这个是他管的啊 他是最自在的啊 好 这个佛就跟佛总居士说 凡是主者 希德自在佛 好 只要是可以做主的 凡是可以做主的 像国王这样 这国家他做主 那一家之主 这个家我做主 那 这个 这一乡我做主 那一乡这样 那么他有没有办法 就是 自己 做自己想做的事 可以 希德自在 那 他说 这个佛总居士就是说 是的 曲坦 曲坦是外道 称呼 这个佛陀的 就 曲坦是他的信 就好像说 是的 黄先生 黄医师 类似像这样 他的信 那么佛总居士说 好 好 那你先确定这个 你看佛总在辩论 第一个 先举辟 那先确定他 这个你同不同意 你同不同意 假设 假设是这样 那他可以这样 你同不同意 同意 好 那现在再问 这个辟语再换过来 一样的意思吗 好 他说 好 那你说 你说这个五蕴是我 色受想行事是我 那么 我 我的意思就是主啊 我是主啊 色受想行事是我 那我是主啊 所以 这个我的定义是什么 恒常 独一 自主 我们先要确定这个东西 我们在讨论一个东西 辩论一个东西 那么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么 这样到底对不对 那 是这样还是这样 要先确定 那个定义是什么 那个定义没有弄清楚 你说你的 我说我的 说到最后 原来你说的就是我说的 那 彼此不同意的东西 其实是彼此同意的 或者 彼此同意 后来发现 你所同意的 跟我同意的不一样 比如说 一切法空 你同不同意 那同意啊 为事也同意一切法空 中观也同意一切法空啊 甚至 甚至不怕也同意一切法空啊 但是空的内涵不一样 后来才发现 你的一切法空 不是我的一切法空 就变成这样了 那么 这个 所以 所以这个要先定义 什么是一切法 什么是空 什么是一切法空 那么 这样才有办法 精确的说明 那么 你说的是什么 我说的是什么 这个其实很重要 就是说 那一个名词要先界定 界定它的内涵是什么 那要不然的话 这个辩论辩论到最后 你也同意我的 我也同意你的 其实我们彼此不同意 我也不同意你的 你也不同意我的 其实彼此 彼此都同意你 就麻烦了 所以我的定义 比如说先讲无我 我们这个先要弄清楚 无我 比如说现在的主题是无我 那 佛陀 佛陀 渠坛 跟这个佛种居士 就佛陀 这个是佛陀 世尊 跟这个沙哲尼建子 就佛种 佛种居士 佛种外道 我们先这样讲好了 那么 他 他讲 他讲 这个 有我 有我 应该是这么说 他说 色色想行事是我 五蕴是我 五蕴是我 那佛陀是说 五蕴不是我 五蕴非我 五蕴不是我 好 应该是这样 那基本上就是无我 这是一个有我 一个无我 这个无是否定的意思 好 如果讲单单无我 一个简单的东西 我们都要先讲 那我是什么 那无是什么 无我跟非我 无我跟不是我 无我跟没有我 是不是一样 因为这个是翻译过来的东西啊 是不是 不是 所以要先确定我是什么 那无是什么 那无我是什么 真的啊 如果要精确就是要这样 好 那我是什么 我是什么 我一个定义 就是 第一个 一般人认为的 就是色受想行事组合成的 就是 他是色受想行事组合而成的 这个是我 这个是我 这个是一般的 所以 现在先从色受想行事 到底是我 还不是我 那就有所谓的是我 亦我相在 好 那这个我 这个我的定义 这个我的定义是 很常独一自主 很常 独一 自主 就是这三个 那么 阿含经里面 那么 基本上 比如说 讲我的话 要几人是指 五蕴这个现象 也有 也有 就是从他的生意来讲 就 这个我就 如果是这个 那么 他就通常 因为这个我有所谓的 缘起的我 假我跟真我 那么 这个 这个一般的人认为 色受想行事就是我 那这里就等同所谓的放我 很常 独一自主 这个是婆罗门人有的观念 放我 真我 神我 或者叫做命 灵魂 命 灵魂 灵 灵魂 好像有很多 那命也是 那生即是命 这个生是这个 生即是命 一样 运即是我 即运我 那么 生一命一 生意命意 人是种种 那这个我 一般来说 就是指 这个身心结构 那身心结构 可以分做 色受想行事 可以分做 眼耳鼻手的声音 可以分做 地水火火控制 这个是五蕴 六处 眼耳鼻手的声音 这是从他的结构上说 那从他的本质上说 他是很常独一自主 那你说 一般来说 那佛教是讲有我还是无我 佛教是讲有神还是无神 佛教是有我论还是无我论 佛教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 先要确定你说的我是什么 如果你说佛教讲无我 那现在在跟我讨论的是谁 这个我是延起的我 是和和的我 相续而不断 那他不是没有 他不是说这个我不存在 他是说这个我不是真实的存在 有 有是一种存在 比如说来讲 有我 这个我们稍微讲一下 有是一种存在 那么存在有两种 一种是真实的存在 不变的存在 就是这种 一种是延起和和的存在 这个是有的 你不能否定 否定就变成什么 变成断面 断见 那如果你认为 认为这个 这个真实的存在 跟延起的存在 就是如幻的存在 一般叫做如幻 如幻的存在 不真实的存在 它是有的 如果你连这个也没有 那个就是断见 如果你执着这个 那个就是常见 所以你说到底佛教讲有我和无我 先确定有跟没有是什么意思 我是什么意思 那你说佛教讲有神论还是无神论 那无神论为什么有天神 天模范不是佛说的吗 那个不是神吗 那个不是佛说的吗 佛教讲的无神 那个神就是指神我 恒常读一字 这个是没有的 但是 连起而合的天神 鬼神 这些是有的 这个也是众生之类 神是众生类 就像有我一样 我 但是这个我 不是常见的我 不是断见的我 所以要先确定 你说你可以讲佛教讲有神论 有神就是有天模范神 有天人 有鬼神 你也可以讲无神论 为什么 他没有那个独一恒常创造主 没有那个永恒不变的那个个体 没有 你也可以讲 它是非有神论非无神论 是不是 那先要确定你所谓的神 所谓的有神指的是什么 有我无我也是这样 你只是想你就会知道 就是说这个东西 当然你可以看他问的 因为有些人问 他说佛教是有我吗 无我吗 那如果一般的人 一般的众生 对佛法不是那么很理解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跟他讲 佛教是讲无我的 对不对 那但是如果他执着的那个我 不是你那个你说的 那就不能这么说了 因为无我就变成断面了 外道也讲无我 外道也讲无我 你说为物论 他也讲无我 但是佛法是把它归在有我 就是他以这个色受想情是为我 但是他还是讲有我 色受想情是为我 但是这个我 这个色受想情是 不在这个世间的我就不在了 是不是 那这样的话 他这个色受想情是我的 就是 色受想情是我 这个我 这个我 跟神我那个我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他死了就没有了 但是他还在的时候 这个我是在的 这个死了之后我就不在了 可是他并不把它放在无我论里面 他放在有我论里面 是不是 就是佛法讲 世间上执着我的这两种 涉及是我 就是 这个受想情是就是我 所以 所以 生命结束了 我就结束了 没有不在存在了 那这个一般我们会把它叫做断辨论 它还是有我论 但是这个有我 不是 这个有我不是有我这个我 是不是 那 这个 这个受想情之外 有一个我 吉韵跟离韵 离韵我的我就是这个我了 你们仔细给他看 是不是这样 要不然你说 这个 执着我见的基本上就两种 你常见一个断见 常见的我跟断见的我 断见的我 他的我是指这个 是不是 常见的我 他的我是指这个 这个之外有一个这个 但是断见的 没有这个东西 断见这个没有 只有这个 所以这个没有了 就没有了 我就没有了 所以断见的 唯物论的阿齐多或是阿怡多都可以 阿齐多里面执着的我 不是这个我 他也可以讲无我 但是就算他讲无我就是没有这个我 但是他讲有我是有这个我 你仔细想一下 就是他不太一样 不然你会乱掉 你会这样会乱掉 好 那所以这里主要就是很常独一自主的我 那通常因为从这三个来看 所谓无常固无我 那这个呢 这个是缘起固无我 缘起就是不是独一的嘛 因缘合合的嘛 彼此 彼此合合的嘛 他不是独一的 他是彼此因缘合合 就好像前面讲的 是不是前面讲的拍手 那两只手拍出来才有声音 眼睛跟沉合合生事 跟沉是合合生处 如果你这个心所为我 那那个是合合的 他不是独一的 缘起固无我 无常固无我 这个呢 苦固无我 那所以 这个我们就是稍微弄清楚 好 再往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凡是主者 惜智在佛 是的 好 那么你说色是我 受想心是我 好 那这个就是由我了 那么你说这个色受想心就是我 我 我的意思是什么 我的意思就是自主啊 自主就是随意自在 我要让他苦 我就让他苦 比如说我 色是我 受想几日数 如果色是我 那我要有苦受 我要有热受 我能不能自在 我可以啊 是不是 我要苦受就苦受啊 因为色是我 或是受是我都可以啊 那么我想让他 因为色是我 如果色是我 受是不是我所 那么如果我是国王 人民是不是我的人民 是我所啊 国王是我 人民是我所 那么我能不能让人民 奖赏有功的人 处罚有罪的人 可以啊 是不是 好那现在色是我 我就是国王啊 那受想几日数是我所啊 对不对 那我能不能 我要让自己热受 要让自己苦受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好那所以 得随意自在 令笔如是 不令如是 这个笔就是什么 色是我 受想几日数我所 受是我 那么或是这个想 受想几日数我所 如果受是我 或是受想几日数我 那么我要让我 永保年轻 可不可以 可以啊 这个色我决定的啊 这个色是我决定的 是不是 那好 现在从现在开始 你长到18岁 不能再变老了 就这样而已 就保持在这里 我决定的嘛 可以吗 可以 如果是我 我可以让这个身体 不老 不病不死 能不能 能啊 因为我决定的啊 是不是 所以 现在 就从这个角度上去 去出发去想 那么我跟我所的关系 那所以你说色是我 受想几日数我所 或是受是我 就是几种嘛 好 那么 这个时候 煞遮而宁见止 那么 默然而住 他就不讲话了 他为什么不讲话 因为他知道 如果他说是 他就否定他前面的啊 对不对 能自在啊 可是实际上他也知道 他不能自在啊 如果他说他不是 他就变书了啊 他明言 就是他说不是啊 他说不是 明言就真言说瞎话 因为 不是 他说不是他就输了啊 他说是 那根本就不是啊 他就说谎啊 对不对 如果他说不是 确实不是啊 因为你 你能自在吗 你能让你自己不老 不病不死吗 不苦吗 不可以啊 如果 如果有我 我决定 我会是什么 你可以决定的就是 你要说什么话 你要造什么业 你要吃什么饭 有时候还不是你决定的 还要看姻缘 如果被关在牢房里面 你要吃什么饭 还不是你决定的 你有钱啊 我去买 我要吃这个 你挑的没有错 你决定的没有错 但是如果那个餐厅不开 那你也没办法 所以很多还是姻缘决定的 不是你决定的 你做不了主 特别在老病死这一块 你做不了主 在受苦受热这一块 你做不了主 那你会发现到 如果有我 那这个我是可以做主的 那个很常独一自主 特别从自主这一块 佛头从自主这一块 去想一下 我到底是什么 如果有我 如果无我 那我们还要特别分开 所谓急运论的有我论 跟离运 急运我 跟离运我的有我论 那个我的定义 概念是不一样的 急运我 急运是我 那你不能说急运就是很常 这个五运是很常独一自主 没有啊 没有哦 五运不是很常独一自主 这个我不是很常独一自主的概念 那你说离运我 那个运就是很常独一自主的我 离运 离开五运有一个我 因为五运本身就有生命 五运本身是无常苦的 是本身有生命变化的 不是很常的 五运本身不是很常的 那么所以他说 这个不断生命的我就是我 那个我跟离运我的我 那我的概念不太一样了 这个我们稍微要分一下 好 那么所以 这个萨哲尼见子就不讲话了 不讲话 那佛就跟这个佛总居士说 我现在问你 你回答我 你快说 你赶快说 为什么你不说话呢 因为他知道他输了嘛 那么佛陀讲了三次 那么尼见子还是不说 因为他理论上站不住了 因为他常常在辩论 他一听就知道 这样他没有道理 就是叫做舵户处 舵户处 一般佛陀叫 前面讲的就是 若居下风 那这个时候有金刚力士归神 南传的说是这个金刚手夜叉 阿含金说是密集金刚 反正就金刚了 金刚力士 那么金刚在佛教里面 基本上是所谓的夜叉众 那夜叉众 夜叉众跟阿修罗 跟这个罗叉不太一样 夜叉是好的 通常都是护法神 那大部分是四王天底下的 四王天底下的夜叉众 那密教跟四王天这些夜叉众的 关联比较多 所以他们大部分都请那个做护法 修法的护法神 但是夜叉众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基本上是善的 但是他的称心也强 那么他有一些功德 就好像我们世间的人 很会修复吧 我们叫做有功无德 阿修罗也这样 但是阿修罗跟夜叉众又不太一样 阿修罗可以找天人打架的 但是夜叉众基本上是 四王天底下的将领 包括四大天王都是夜叉众 应该说道立天主是夜叉众 夜叉的所有夜叉的将领 那四大天王是 夜叉众中的这个主导者 夜叉众基本上是四王天底下 那么就是保护这个道立天的 那但是他们都具有正义感 那么有正义感他基本上 比较会惩恶扬善 就是惩罚恶的 那么奖善或是帮助那些善的 但是在惩罚恶的这部分 他就会起比较大的称心 那这个跟菩萨不太一样 但是他们依然是就是他 比较具正义感的 就是类似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但是菩萨道他基本上不是这样 那么因为他杀的是人救的也是人 所以他同时具有善恶分明的这种特质 夜叉 那他会守护在比如说 诸佛菩萨跟这个 几多阿罗汉的身边 就不知道哪一本经有讲到 就是木剑萨旁边都是什么天神 然后蛇利某旁边有什么天神 佛陀旁边有什么天神 石头锡碎掉 也会有 但也不是常常有 不是一直都有 像蛇利某在打坐的时候 被一个大力金刚 一样 类似像夜叉神 但是他很有力量 然后打了一拳 他也不是 大部分的夜叉神是好的 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学佛 不是喔 不是每一个好人都有学佛 但是他的所谓好就是比较正义 但是也有不喜欢的 也有不喜欢佛教的 这个我们稍微知道 不是所有的夜叉神 都是佛教族 那么最有名的就是 药师佛底下的十二药叉 夜叉就是药叉 药师佛底下有十二夜叉 以前我们有一个同学 跟我一师兄弟 那么他每次打坐 他都说 因为他每次打坐 他就有一些幻境 然后他说 他都看见药师佛的时候 要差来找他 他就很困扰 不堪其劳 后来 他讲的一句话 我一辈子都记得 我就跟他讲 因为我们就习惯这样说 我说你就不要理他就好了 幻境嘛 他都会看到 他喜欢打坐 他没有学佛就开始打坐 但是可能是过去打坐的时候 就是还没学佛 那观念不对 所以那个心 还是过去生的因缘 会招感那些 那么 所以他都很困扰 后来学了佛出了家 他也还打坐 那么每次打坐都现那个幻境 他也知道那个不好 不可以执着 但是 他就很困扰 因为每次打坐 他就会出现 每次打坐都会出现 那你叫他不打坐 他也很辛苦 叫他打坐 他也很困扰 然后他就 坐一坐 然后他每次跟我们讲 那 有一次我就劝他 我说 那 一切有违法能不能换报 你就不要理他就好了 不要管他就好了 我们很习惯这样讲 然后他就说 他说如正师啊 我问你 如果有一个人 天天拿一面裸 在你旁边敲 因为那个夜叉神都会 告诉他什么 告诉他什么嘛 然后他看着 然后他就 如果有一个人天天在你旁边 拿一面裸在你旁边敲 你告诉我 你很困扰 我跟你讲 你不要理他就好 我没有办法不理他 他就敲 我吵得要死 我怎么办法不理他 对啊 我想得对哦 他讲得也对 真的啊 我没有办法不理他啊 他敲 我就是会引起反应啊 对不对 我没有办法不理他 他讲得也对 我怎么没有讲到 真的是这样 但是 如果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你不要打坐了 真的 因为打坐就会陷那个劲 陷那个劲 你没有办法不理他的话 你就不要打了 就好像有些人 打坐 有些人打坐会灵动你知道吗 会灵动 你不要 先不要打 为什么 因为你还没有办法调腹 没有办法控制这个身心 你打坐 没有办法让那个幻境不陷起 幻境陷起 你没有办法对峙他 那么这个时候 你唯一能够 因为你没办法对峙他嘛 那么唯一能够 让那个幻境不影响你的 就是你不打坐 因为你打坐幻境才会陷起啊 幻天幻影才会有啊 那你不打坐 没得有幻天幻影啊 那如果你不是因为打坐有幻天幻影的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又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 所以 那他讲的话我一直记得 就是 他一直拿一面裸在你旁边敲 你告诉我你怎么样不理他 你走到哪里 他就跟你到哪里在你旁边敲 你怎么不理他 就没办法 对 确实也是这样 后来我们的想法就不会说 好像说有我们的经验 你要设清楚地在 在他那个境界里面想一下 你才能真正解决他的问题 你没有这个困扰的人 去告诉别人怎么解决这个困扰 就是很痒 那你就不要理他就好了 我就很痒我怎么不理他 我没有做 我就很辛苦啊 很痛 那你不要理他就好 我就很痛啊 你要叫我怎么不理他 对不对 那我们听了 很痛很痒的人听了会很生气 都不是你在痒你在痛 你叫我不要理他 我没办法做到 我那个做得到 我还要来问你做什么 对不对 你说你去看医生 医生跟你讲 你哪里痛 这里痛啊痛 你不要理他就好 他会被这个医生气死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说 要帮助别人 不能够 后来我才知道 这是我们习惯性的错误 基本上他有因有缘 你要从因缘上去下手 找到那个因缘 从那个因缘解决掉他的东西 那这个是我一个很深的经验 但是他后来受不了 自杀死掉 实在是 所以这种修行 有时候 因为我出家这么多年 我看过很多 疯掉的 自杀死的 一大堆 那么 有一些事有一些境界 他划不过来 那大部分 大部分是对 你说他不懂佛法 他也佛学院读了好几年 但是佛法 大部分的佛法 只是一种知识 一种理论 它没有办法穿透到你的生命当中 对你的生命造成影响 那么最重要基本上 我常常讲这个东西就是 你的善业 你的善缘 你的善业 因为我们是一业轮回的 那一缘 而决定 你会发生什么事 看见谁 有业 有缘 一切都是业缘 那么业缘又关系到你的心的习惯 所以 心业缘 我常常讲 真的就是这样 后来我发现 然后再透过我们自己观察自己也是一样 此心此业此业 心有那种习惯 现在虽然你改变了 你改变了 你改变了那个心 有邪见没邪见 有贪没贪 有撑没撑 有怨恨没怨恨 有嫉妒没嫉妒 虽然你改变了 但是 你过去的业 并不能随着你的心改变就改变 你的心已经改变了 但是你的业还没改变 你的恶缘 善缘还没改变 就像说 你已经 你已经现在 不再随便骂人了 你已经有 就要举个例来讲 像杨绝摩托好了 杨绝摩托过去造了 杀了那么多人 造了那么多杀业 现在他自从遇见佛之后 不再起承恨心 以前他一直杀人的心 而且实际上杀了很多人 那么他现在 遇见佛 那么之后 他不再起承恨心 他休息 他很快就正阿罗汉了 所以他是数级第一 就是从很烦恼很重 到正阿罗汉 他最快 那么他 他没有再起承恨心 他的心改变了 以前是承恨心 而且要杀人的心 他把 他现在从有承恨心 极大的承恨心 到没有承恨心 心改变了 但是他过去造的业 会不会改变 不会啊 还在啊 那这些业 如果成熟 要不要受报 要啊 那伤害的人 会不会 跟他有恶缘 会不会改变 不会啊 不会啊 一样那个恶缘会现前 只是 当时因为他心改变了 他坦然接受 这个恶业 这个报 那么坦然 坦然面对这个恶缘 而且 而且用慈心 没有办法用慈心 就用忍辱 那有办法就 你 你观这个因缘 其实你就不会辛苦 也不会生气 也不会 因为你不会再起承恨心的嘛 那么 你的新改变 会导致于 你现在跟未来改变 但不能让你的过去改变 你现在开始吃素 你过去吃鱼吃肉的 那么造成的那些身体的影响 会不会从你吃素之后 它就改变了 不会啊 你喝酒 喝到肝有一点硬化 现在开始不喝酒了 你的肝会不会马上恢复到 没有硬化之前的状态 不会啊 还不会啊 所以 这个业跟缘 那么但是如果遇到 我们人生中有很多这种 遇到业 缘 缘来 二缘来的时候 二月受报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的心 怎么想 就决定 这个业 因为 你的苦受 是跟你的心加上去的 你越不甘愿 那个苦越重 时间越长 因为缘又一直照感嘛 那心不甘愿的时候 又一直照样 但是如果你的心 那么 不会不甘愿 而且 能够起磁心 那么 起无产无我的心 苦 苦故无我 你这样观 那么它的消得会比较快 因为我们的苦 除了本身的业力的苦 还有你的心再加上去 百分之五十的苦 会加到百分之百 或是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八十 但是你应该受百分之五十的苦 但是 因为你的心的观念不一样 你受的苦会减少 变成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比如说你在大太阳底下 做工很辛苦受伤了 那如果老板对你不好 那么你又觉得你很苦 你就会哭得很伤心 但是你如果你是 因为这样 你可以赚到别人都更多的钱 带给你小孩 你家庭温暖 那么你这个苦 你不以为苦 你根本就不当作苦 而且你只想到 你的心是想到 哎呀 因为我今天受这么多苦 所以我的小孩可以减少很多苦 你那个苦会甘之如鱼 所以他还是苦受 但是那苦受就不一样 程度不一样 时间不一样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即使下班了 没有再这么累了 你还是觉得苦 那那个苦只有身体上的苦 那个心理上的苦是没有的 心理上的苦再加上去 那个身体上的苦又会加重 你好好想这件事 都是这样 包括人跟人之间的二缘也是这样 它的延续 它的增上 它的减轻 那么基本上都跟你现在的心有关系 但受不受苦 不会因为你的心改变 它就改变 因为过去的缘 它不会因为你现在的心改变就改变 但是你现在的心改变 可以让你过未来的缘 以及过去的缘 它会产生些 过去的缘会产生些微的变化 那么在面对未来的境界 因为你的心已经不再 他骂你 你不再骂他 他恨你 你不再恨他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 就是类似有点像随缘消救月这样 那过了就好了 过了就好了 那么如果没有 那么你的在心造的缘 又会遭感未来的缘 就这样没完没了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 都会遇见这些 因为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完全清静夜来的 都会造一些杂染夜 有善有恶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苦有热 苦多热少跟热多苦少 谁决定 你自己决定的 你过去这样造就这样做 所以我们在遇到这些事的时候 其实要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 苦因到底是什么 现在到底在受什么苦 那苦因到底是什么 通常都要从这个地方下手 那因为我们没有习惯这样 我们一有苦 我们就是念佛 辞作 拜颤 诵经 然后就觉得做完了 苦就可以消除 这一种习惯性的方法 那么偶尔也有效 不是完全没效 真的偶尔也有效 就包括那个 医学上那个安慰剂 有时候也有效 有时候你生病 喝个水睡个觉就好了 那你不能说睡觉跟喝水可以治病 那不是 要看似什么病 偶尔也有效 真的 但不能够说一切因这样都有效 念佛辞作 诵经 拜颤 偶尔也有效 但不是一直有效 因为有效是因为你要对症下药 那个是你休息就会好了 你心专注 不起那么烦恼 或是他本来就是要给你受这些苦而已 你不管有没有做 他都会过 有时候是这样的 就很多原因 但是你就会以为 那么诵经真有效 我头痛 我送一送药师经 头痛就没有了 药师经不是在治病的 真的 我要跟大家讲 药师经不是在治病的 他是菩萨道的 这叫你怎么行菩萨道 他不是在治病 但是他从病因下手 病因是什么 病因就是烦恼 杀心 伤害众生 从这些下手 然后在真上 你去帮助那一些被伤害的众生 受苦的众生 就是苦因是你造作会受苦的业 然后你在更真上就是 你帮助那一些要受苦的人 你才可以不受苦 你帮助那一些即将受苦 正在受苦的人 这个可以你有善业 有善因 有善缘 那么可以帮助你未来不受苦 就好像你布施给那一些贫穷的人 可以让你未来比较不贫穷 那当然前提是 你不要造偷盗的业 贫穷的业 那不造贫穷的业 你又帮助这一些正在贫穷的人 那么你就可以比较没有贫穷的缘 你没有贫穷的业 你没有贫穷的业 你没有贫穷的缘 最主要是因为你没有贫穷的心 真的 那么你才不会贫穷 那你说我贫穷 那是你也不知道干什么 但世间的人都是求什么 求财神员 世间的人都是求财神员 你没有姻缘就拜月老 佛教徒不一样 佛教徒可能念观音菩萨 念大悲作 念什么作 但其实我可以坦白跟大家讲 这个不是佛教的 真的不是 佛教的很简单 苦极灭道 道就是八正道 此心此业此业 真的是这样 好 我们再继续看 好 那么这个 讲到这个夜叉 夜叉重 我是刚好想到我们那个同学 就顺带讲 讲一下这个夜报的这个 因为大多数人的夜报 越果里面是错误的 好 持金刚柱 那么 门火赐燃 在虚空中 就是夜叉 夜叉很大尊 那边也有人看过 跟我说过 夜叉非常大 那么像一座小山一样 非常大 那夜叉神也有 也有大也有小 有力量没力量 那通常他都是 狮王天底下 狮王天都是守护33天的 好 那么 他降临在萨泽尼剑子头上 做誓言 世尊再三问 那么 奴何故不打 就是 这些夜叉神看不过去 世尊再三地问你 你为什么不打 像那个 像这个 阿纳 有一次舍利佛问他 舍利佛问他说 阿纳 那你做佛的适者 有没有起过 这个五欲的心 那因为受佛的适者 受用比较好 那 就是说 有些人未认为 他是贪佛的供养 有没有起过 这些五欲欲望的心 阿纳不回答 阿纳只跟他说 这个 这个我是有肉 我是有学 我还有欲望 有学还有欲贪 那么 这个 舍利佛就问他 舍利佛跟他讲 阿纳我不是问你有没有欲贪 我不是问你有没有欲贪 我知道你是有学 我知道 我是问你做佛的适者 当中 你有没有起过 这个五欲的心 阿纳就不回答 那么很久了都不回答 目见人在旁边看不过去 阿纳 舍利佛尊者这样问你 你应该回答 你怎么可以不回答 一样 喝着他 一样喝着他 因为 舍利佛尊者是大阿罗 而且是 而且是这个 这个所有佛弟子里面 上座 而且他虽然比吴比丘慢 但是他的威得力甚至超过吴比丘 这是佛的左右适者 除了大家设之外 舍利佛尊者是 跟目见人是在生团里面 有点像就是住址下来的当家这样 监怨这样 所以他是很有威得力的 所以目见人 目见人也非常尊重舍利佛 所以看见 舍利佛问你怎么可以不回答 他就喝着这个阿纳 那你想想 现在目见人还是阿罗汉 很有修养的 那个夜叉是 那个修养是不能比 那个舍利佛虽然很尊贵 还没有佛的尊贵 所以他看到这个外道 阿纳还算好的 他看到这个外道 竟然佛讲了上次你不回答 他可急生气啊 你看那种生气 所以他就跟他讲 如果你再不回答 我就用金刚锅打破你的头 另做七分 这个七分你这样常会做七分 其实就是把它打碎了 那么佛教里面常常有做七分 有七的倍数 因为七是一个圆满 七是一个圆满 那么你打破了 那做七分其实就是 让你头破不圆满了 所以基本上 七在印度是一个圆满的数字 好 我把你头打破另做七分 那么佛神力故 为令萨蛇尼箭子见金刚神 那么这里可能就是 因为这些都是部派里面 还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 底下的 附加的注解 他说因为佛的神力 就只有让萨蛇尼箭子 看见金刚神 其他有很多 因为他还有带五百旅居子去 还有五百个年轻人 其他年轻人都没有看见 就只有萨蛇尼箭子看见 这个金刚神 而且知道这个金刚神 这样恐吓他 就是你如果不回答 你应该要回答 你不回答我现在 马上把你的头打破 那如果他不回答 他真的可以把他的头打破吗 会不会 不会 因为佛不会让他 当场死在现场 不会 那这样就 这样回去佛还能 对对 那 绝对不会 那么只是金刚神看不过去 这样呵折他 那么金刚神 如果真的要打破他的头 也要先问佛 那么他真的 因为他烦恼比较重 气起来要打 佛也会制止他 那不然你看 这五百离居子在那边看 然后忽然之间 佛问他 佛问他 那五百离居子也没看见 没看见这个金刚神 然后忽然之间 三次不回答 他的头就破了 那人家会以为是谁打破的 佛打破的啊 那这样还得了 是不是 那不可能这样 但是这个有可能是 为了显示佛的威德 我觉得啦 为了显示佛的威德 这个情节有时候是加上去的 那我不知道 那也有可能是真的 但也有可能显示佛的威德 也加上去的 但是不管如何 不管如何 就算是真的 他也不可能打破他的头 这打破回去还得了 这佛头就没人说 哎呀不要去跟佛啊 佛 佛你问 他问你你不回答 你就死了 而且死得很惨 不可能这样 好 这个时候萨哲尼箭子 得大恐怖 得大恐怖 就跟佛讲 这才会回答 不会 就是 不耳是说什么 那么 这个 这个 你如果是国王 受想形式是我 那 你可不可以 练笔如是 不练如是 就是让 射受想形式 可以这样 不可以这样 简单讲我们就说 那你可以让身体 不饶病死吗 没办法 就射就好了 受想形式有另外的 就是所所 那你可以让 你如果是国王 你可以让射受想形式 可以这样 不能这样 你决定吗 那简单讲 就是老病死吗 你可以让他不老 不病不死 如果你是国王 那国王可以做主啊 那为什么 你说 受想形式是我 那你做不了主 那做不了主 你又说你国王 你说 我是一家之主 结果什么事 你都不能做主 你说 我是一国的国王 以前的国王 是他可以做主的 那现在的 现在的总统 国王就不一定 因为民主国家 不是国王 一个人说了算 那以前是 率徒之民 都是我的人民 率徒之兵 都是我的国土 那么我做主 我决定 其实是这样的 你跟阿哲斯王做国王之后 说把老国王关起来 就关起来 他决定了 好 那么 这个 佛就跟萨哲尼箭子说 许许思维 然后解说 你不要怕 因为他害怕 因为这个 这个金刚 金刚神 就密基金刚 有时候密基金刚 大力金刚神 要打他 要打他 然后他会害怕 那 这个 他就马上就 因为他会害怕 因为你不讲 我马上打死你 然后 这个 他马上就说 不会 取他 不会 那佛知道他的心 他害怕 就跟他讲 你慢慢想 你慢慢想 徐徐思维 你慢慢想 想清楚了 然后跟我说 好 然后 那 他又跟他讲 说我现在告诉你 那你慢慢想 想清楚了 你不要害怕 你慢慢想 然后 你再跟我说 好 那你刚才说 奴先于众中 你刚才在大众中 因为有五百 五百旅居子 五百个年轻人 在那边观战 看他们辩论 那佛弟子这边 也有一些人 不会只有佛而已 那么说 色是我 受想行事是我 你之前说 色受想行事就是我 那我就是主 这里的我是主 那么 而言 而今言 不是 现在又说 色受想行事 不是我 因为色受想行事 做不了主 是不是 你说色受想行事 是我 但现在你说不是 因为 他并不是说 色受想行事 不是我 因为照前面的问题是说 那么 如果是主 可以得自战 那么你现在说 色受想行事 即是我 得随意自战 那么你能够 让你的色受想行事 都随你的心自战吗 他说不是 他并不是说色受想行事 不是我 他说不是 我没有办法 不耳 所以 那是不耳就是 他不能自在了 不能自在就不是我 是这样的连结 所以 所以他说 你之前说 色受想行事我 那么 现在 现在 你又说 色受想行事我 但是我不能做主 可是前面 你已经承认 如果是我 就像一个果的国王 他是可以做主的 所以 那么 现在又言 他是我 但我不能做主 那这个我的定义 就不对了 是不是 那么前后相伟 所以 如先常说言 色是我 受想行事是我 那么 活种俱事 那你之前常常跟人家讲 这个色受想行事是我 好 那他因为认为色受想行事就是我 所以他听到有人说 佛陀说色受想行事不是我 他很生气 他认为这个是邪知邪见 一个这么聪明的人 一个名声这么好的人 怎么可以讲出这种邪见的话 所以他就要去破斥他 才有后来这些 所以 他说 你通常都跟人家讲 那么 色受想行事是我 好 那我现在问你 那么色是常还是无常 好 我们先下课好了 再继续讲